防疫措施放宽后 本地幼儿园恢复更多群体活动 幼童可以跨组活动扩大社交圈子 受访幼儿园表示 分校之间也能灵活调动人手 缓解师资吃紧的问题 记者李曾益报道 兴奋的尖叫声 灿烂的笑容 学生在户外玩水时不再需要戴口罩 但每次最多十人一组 室内活动则必须全程戴上口罩 但人数不设限 这家幼儿园认为 扩大社交范围 对学生的成长和发育有帮助 现在小朋友能够 亲近地一起玩在一起 跟更多的小朋友一起互动过后 可以加强他们的情绪管理 还有社交能力 在还没有开放之前 在人力那方面就会非常紧张 当老师生病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调动 其一期的老师过来这边帮助 但现在比较轻松了 这家幼儿园也认为 放宽限制能增加孩子上课的乐趣 比如说现在我们是在我们的室内游乐场 所以之前小朋友就要分组 所以他们就限于各定 就是设定的区域玩 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可以跨组了嘛 所以小朋友可以比较有自由的选择 小朋友到了户外 有些很有自觉心 他们就说我不要 我想要戴着口罩 这样会让我更安全 校方也保持谨慎 继续以一般识人的方式 为学生上课 各分校教师则恢复了实体会议 让教师面对面分享教学心得 促进凝聚力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泽毅报道